詩篇面的哀歌是詩人哀訴自己的痛苦 他的特色就是在神面前真誠面對自己 省察自己的罪和不疑 不再為自己的藉口向神認罪 即是哀求和求神憐憫,赦免自己 在哀歌裡面體現了詩人對上帝的敬畏 和和罪孽的認識 以及對上帝的慈悲和寬恕的信心 我想另一個重點就是表達人類的軟弱 人就是罪人 在第六篇一至三節 耶和華求你不要再牢中責備我 不要再牢中懲罰我 耶和華求你憐憫我,因為我軟弱 耶和華求你依止我,因為我骨頭戰鬥 我的心也大大驚惶 耶和華,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在第一次我們看到 詩人求告耶和華 由路中的責備到列路中的懲罰 是有一個過程 估計是開始的時候沒有那麼強烈的提醒 但是到後來越來越強烈的懲罰 令到詩人感覺到 咦?大大驚惶 在第三次他這樣說 可能就是在說他的疾病的痛苦 他疾病的痛苦越來越加強 以至於快要去死亡 因為他跟神的關係那種的結連 他深深省察到 知道自己無可推諱 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罪 但是他詩人知道 這個病是由罪而來的 而這個罪 這個帶來的病 就是神詩人的懲罰 是對自己的提醒 他去到什麼程度呢? 他說出自己很軟弱 骨頭戰鬥 可以求神憐憫 求神醫治 現在這個疾病嚴重到 身心靈都很軟弱 骨頭不自主來戰鬥 就是說他不能夠控制到自己的身體 可能要動 可能要恐懼 他不斷地戰鬥 他知道自己已經支持不住 所以他呼求神 第三者 他大大的驚惶 而這個疾病的嚴重性 他又會因為罪的緣故 即是不敢面對神 因為自己遠離神 得罪了神 他亦都懼怕神和自己的遠離 當然我們要知道 並非所有的疾病是由罪而來的 神不會透過罪去懲罰人 而是說他透過一個挽援 一個提醒 但詩人就在神的列路中知道病 是由罪而來的 帶來的就是他身體的重病 情感的致連 愛和靈感到逃避神和懼怕神 所以當中我們看到這個哀歌 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知道自己生命裏面那種軟弱 正在神面前求神去私下憐憫 私下他的幫助 所以詩人因為知道神的重要性 所以每一節都提到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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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提出耶和華的名 只是第一次三節 已經有四次耶和華 我們正在面對很多的挑戰 身體上的 心靈上的 或者是聚而來的一些提醒 我們正在逃避神 還照私人感當中 雖然在戰鬥當中 在恐懼當中 在軟弱裏面 仍然呼求耶和華的名 私人去問神幾善事 停止懲罰 去哀求神停手 醫治他 顯示他自己生命裏面 他需要神很大的幫助 雖然他疾病 軟弱 罪裏面引致到不敢面對神 他知道唯一的拯救 就是耶和華 我們正在面對不同的挑戰 唯一的拯救 就是耶和華神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勇敢面對自己的生命 勇敢去面對自己的 在實同神的關係 能夠再借回到神面前 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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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醫治我 便問我